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三款我目前最喜歡的底妝產品 那這三款呢 有分別有兩款是專櫃 然後有一罐是開架的 我的膚質呢是屬於乾性 然後尤其在鼻翼還有額頭的地方特別的乾 然後臉頰和下巴的地方通常都是還好 所以差不多就是一個 嗯就是一個乾性膚質 然後大家知道我住在加拿大嘛 所以我通常控油這件事情不會是我的考慮 控油跟防漢通常都不太是我的考慮 我底妝都是喜歡那種清透很luminous 很有光感的一個底妝感覺 所以我不太會喜歡就是像mat 或是full coverage的那一種底妝 我喜歡coverage是很share share到medium coverage 但是可以有辦法堆疊的一些底妝 像我覺得這三罐都是有辦法堆疊的 就可能先薄薄擦一層之後 然後重點問題的部分呢 然後我會再上第二層再壓一次 現在臉上是已經擦好底妝 但等下會給大家看我剛剛錄好的 就是其中一個底妝的試擦過程 現在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這三款 這兩款在我之前的影片非常常出現過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做時差的動作 那這一款是因為是新購入的產品 所以今天就來focus在就是這一瓶 好那我要先講一下 這三瓶呢 大家看起來應該就是大小都不不一樣對吧 但是其實他們的容量都是一樣的 都是都是30毫升 那這一款呢是車模聚焦光感粉底液 然後YSL的Radiant Awakening Foundation 那這一款在加拿大呢是85塊 然後在台灣是1900塊定價 再來這一罐呢是紀凡希 Givenchy的 光感美肌清透粉底液 然後Blurring Foundation Bond Bear Skin Perfector 然後這一款在台灣的定價是1750塊 在加拿大的Sephora 我還沒有找到就是有在賣 然後可是我確定其他通路有 然後我看到通路像是Barney's New York 還有Sex Fifth Avenue 然後它的美金定價是45塊 然後再來這一罐呢 因為它是開價的 所以價錢只有這兩罐的 大概1 3分之1左右 然後台灣定價是545塊 在加拿大定價比較貴 不過那時候這一罐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那時候他在英國買的時候 買一送一然後英鎊10 他買英鎊10 10磅這樣子 所以他的價錢就是還蠻明顯 比這兩罐低很多 第一罐來介紹的呢 這款YSL 我大概買了至少有2-3年了 就是一直都有在使用2-3年 只是因為之前我不是一個很常天天化妝的人 可能一個禮拜化妝次數落在2-3次吧 所以就一直都沒有用完 然後現在差不多剩大約在這邊這樣子 所以也已經快用完了啦 然後這一款的色號呢 不要忘了 因為就是在底下這個字已經被抹光了 所以我不太確定它色號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有去過幾次Sephora 然後想要比較一下 可是我一直都忘記帶著這個去 然後所以我在店裡的時候就這樣看 然後就看不太確定到底是哪個色 只是我要說的是這個色通常比我一般的膚色都要再深一點 這是我比較夏天的膚色 因為我記得我買這一罐的時候 我好像還在一個就是很想要曬很tan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買這一罐的時候我那時候是膚色比較深的 所以這一罐我現在用會有點 跟脖子會有點色差 這一罐我覺得它的光質感非常的好 擦在臉上就是很無暇 然後整個感覺皮膚很水潤 然後因為我說我是乾肌嘛 這一罐在冬天擦在皮膚上非常的好 就是完全 因為冬天皮膚比較乾 然後所以就比較容易暗沉 然後會有一些 嗯...就可以看起來比較乾燥吧 擦這一罐就不會有這種感覺 只是呢它的缺點呢就是 它一定要搭配一些搭底的產品使用 或是壓一些蜜粉 不然它非常非常容易脫妝 就是我可能就是我頭髮在臉上 這樣子 然後我把它這樣拉開的時候 底妝就被我的頭髮給拉掉了 很多人應該都有發現 我講話的時候有點鼻音 因為我有過敏性鼻炎 然後... 所以我就常常需要醒鼻涕 這一罐如果我擦著它 我醒鼻涕的話 我鼻子這附近的妝就都不見了 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很持妝的一罐粉底液 然後如果我出去外面啊 然後可能幾個小時回家 然後在卸妝的時候 卸妝棉上面就已經看不太到底妝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到家的時候就已經脫了 還差不多了這樣子 我本身是不喜歡用蜜粉再壓一層的人 因為我通常皮膚這樣比較乾燥 再壓一層的話會有點乾 現在也有新的就是噴霧型定妝的 然後這一罐就是需要去做定妝 或是打底這個動作 然後這一罐 季凡希的光感美肌清透粉底液呢 我在一年多前回台灣參加它 2015年秋冬新品上市的試驗會的時候拿到的 所以那陣子在台灣是暑假 然後我那時候就一直常常每天都在用這一罐 然後包括我那時候去的日本還有香港都是在用這一罐 然後它的防汗防甩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就是非常適合夏天的一罐粉底液 然後我用的是色號E Nude Procelain 然後這一罐 因為我夏天都不太注重防曬 所以我通常夏天都會黑一點點 這一罐呢我在夏天擦就會有一點點太白 所以但是因為它防汗程度真的很好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衛生紙在我臉上這樣子按壓吸汗的時候 或是洗鼻涕的時候 它都不太會掉 然後就算是有流汗的情況下 所以就是還蠻防汗防水的 然後也不太容易脫妝 所以我覺得這一罐在夏天使用非常的不錯 就可能用之後再用一點點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就是去買深一號的色號 這樣子就是跟我的膚色會比較接近 只是這一罐呢我覺得沒有YSL那麼有光澤 就是YSL還是再有光澤一點 然後再保濕一點 這一罐就是有一點點偏乾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說中性肌偏油肌 搞不好就是可以考慮這一罐 然後因為像我剛剛說的很持久 所以我覺得應該控油這方面也還OK 其實之前一直很想要試妙巴里它的底妝產品 然後我之前想要買的是它的那個serum 就是Housey Make Serum 就是圓蓋子那一個 只是因為圓蓋子那個在加拿大賣定價很貴 然後我就想說上ASO上面買 然後可是ASO上面一直沒有我的色號 就一直在等 然後等一等之後我朋友就去英國玩了 然後他就剛好帶了這一罐回來給我試用 所以終於是到他們家這一罐 是2017年今年的新產品叫做 名字有點長 果然新激光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 51 Life Vanilla 主打16個小時持妝程度 所以我一般帶妝是不會帶到16個小時 我通常可能化妝大概最多最多大概就是化個12個小時吧 因為想睡覺就8個小時 那就16小時了 然後你可能早上起來還要摸一摸吃早餐什麼什麼的 然後回家馬上就卸妝 所以通常應該不可能到16個小時 這罐也拿到沒有那麼久 大概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三個禮拜 我回家的時候都覺得 我跟出門的妝感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是他真的是還蠻持妝蠻持久的 但是呢至於說夏天的防汗防水或是控油程度 那我就真的不太確定 因為加拿大到目前為止都還很冷 你不要看我現在穿怎樣 其實外面只有可能5度吧 所以現在還是在很冷的狀態 所以我還不知道他在這一款在就是比較熱 然後比較容易出汗的時候的表現程度是什麼 像我10抹的影片我已經錄好了 然後對所以就是現在我臉上就是這一罐 因為我今天主要想要分享的是這一罐 因為我拿到之後就覺得哇怎麼那麼好用 就是明明是開架 但是整個妝感啊妝容持妝程度都可以跟妝櫃比 所以我就很興奮想要趕快錄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我要先講我的沒有 我沒有就是在用遮瑕膏遮我的黑眼圈 什麼都沒有用什麼打底都沒有用 然後什麼定妝都沒有用 就想要給大家看真實上完的一個樣子 因為通常如果你要做打底或是定妝啊 就整個妝感會因為你用的那些產品而不太一樣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要擠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依序是Boudraur 然後Giwanshee跟YSL 好了那就是這邊這三個 然後像剛剛我跟大家有提到 YSL是最深的 所以你看其實看得出來跟我的膚色有點不太適合 就是有點太深 然後以質地來講呢 YSL跟妙巴黎這一個 是比較接近比較水 比較水狀的質地 然後Giwanshee就偏濃稠一點的質地 然後所以 所以這樣子來說 它的遮蓋力 覆蓋力會比較好 以目前膚色來說這兩色是最適合的 因為現在在冬天然後沒有什麼曬什麼太陽了 大概六個月 所以我現在比較白一點 所以那就是這三個 好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三款最近愛用的粉底分享 那重 當然重點是在講這個 果然星際光這一款 旗艦版 果然星際光的旗艦版 那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然後 我還想要講一下的是 嗯 因為最近呢 還蠻多人 就是貼那個B站 還有微博上面 有一個就是用我的名字去創的帳號 那兩個都不是我 然後 就是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覺得那是我 然後 我也想說 我也想說要辦微博帳號或是B站 但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有三個platform要經營 就是我的blog 我的instagram 還有我的youtube 所以我就覺得已經有點太多了 所以我那兩個 讚我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打算 就是打算我比較有時間一點再去弄 所以 這個 就是反正跟大家講一下 那兩個不是我 然後回答也都不是我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還有什麼推薦的產品的話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對